他們有一個中期放假 放假九天 然後我們就回台灣 一下下再回來 然後牛爸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給他一個驚喜 啊有位媽媽? 有 有嗎? 掰掰 謝謝媽媽掰掰的狀況 嗨 收看牛天我是牛媽 謝謝 我們今天要回台灣 為什麼? 因為牛牛其實放假 他們有一個中期放假 放假九天 然後我們就回台灣 一下下再回來 然後牛爸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給他一個驚喜 然後我們就出發 牛爸不知道 我們現在早上六點八十 都沒有人了 那剛剛那個走過去那個不是人嗎? 很少人 幾乎沒有人 而且天才剛亮呢 那我們先趕路囉 走囉 我們終於走到了 知道囉 然後我們上車 剛剛超級乾的 然後我們剛剛是說 在那個網路上一步跳 然後他就說 叫我們要去 說我們沒付錢 叫我們去那個 那個 那個還不可以還付錢 然後車真的快開走 超級緊張 不過最後還是順著上車 還要出發囉 這次要飛機了 我們現在在外面 外面的身體 已經達到行李囉 行李在這邊 因為牛爸不知道我們回來 對不對 但是我 我怕我回 回家之後他不在 知道他是不是會跑出去亂跑 我們打電話給他看看 確認他在家 我們撥Line給他 因為撥Line的話 他也不會知道我們從 什麼地方給他在家 喂 你在哪 啊有餵貓嗎 有 有嗎 拜拜 你幹嘛要拜拜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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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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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去搭計程車啦 回家了 上去吧 跑來看看 什麼呀 哇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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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有飯現在才來吃 因為基本上少人來吃 牛牛回來了 牛牛回來了 牛牛放假啊 不是只要到那個寒假才有放嗎 沒有啊 有個中期休假 蛤 不要浮不著 牛牛跑啦 我也要用放一個啊 我比較想他 我比較怕 他為什麼下巴長了一個那個 抓著他 我順便幫他弄一下 他那天都不給我用 痘痘喔 好像是 沒有一個結痂 哎呀 流血了啦 不要急啦 他流血了耶 好像是痘痘欸 你看裡面有白白的 粉刺 哇~~ 哪啦 看我們才出去一下貓就生病了 這寫的味道也太重了吧 用衛生紙把它擦一擦啦 啊花卷躲起來了 超好笑 花卷不認識我們了 花卷已經躲起來了 花卷的記憶力 只有一天而已 他已經忘記我們了 你這次放假有幾天 我不知道 蛤? 連你自己放假都不知道 就把你放幾天 九天 哇那還蠻多的天的 那你再去等一個情況 沒有 哈哈哈哈 你 那你才回去兩三天而已 對啦 那你兩三天 真的才回去沒幾天啊 那你兩三天 那你這麼少 我兩次很爐了 到底是怎麼了 竟然給我遮我回答 花卷 你看花卷會怕我們耶 好誇張喔 你看他 我啊 花卷你失憶了喔 我啊 你忘記我們了是不是 花卷居然忘記我們了 你看 你看他忘記了 好讓他下去 讓他下去 花卷你忘記了對不對 讓他下去找浩子 去吧 去吧 我的咖喇喇叻 噢 我一直在想咖喇喇 不是想我 咖喇喇叻 你在啦 在哪裡咧 這是我的午覺整啊 這是我的 在日本演唱會沒有拿到吧 他會回來 我就拍給他 他就說 把他趕我寄來日本 我說他已經從日本空運來談 然後又再叫我從台灣再空運 去日本給他 他現在又要再帶他坐飛機去日本 他這是坐最多飛機的一隻娃娃 我原本下午有要去一個活動 剛才我要先把它取消掉 我要趁這九天 好好陪伴我的妞妞 那到時候妞妞他們回日本的時候 有很多佈置新房子的東西 派你們吃飯了嗎 在飛機上吃了 對啊 現在帶你們去吃一個東西 是不會餓是滿想睡覺的 因為我們早上五點就起來了 啊 你想睡覺 我在飛機上看豬羅基 啊 你在睡覺 家裡還想睡覺 我在飛機上本來想要看那個什麼 駭客任務新的 然後我一邊看一邊睡 真的喔 現在航空公司有好多新的影片電影喔 我很想看駭客任務 可是我一直看一隻碎邊睡 結果沒有看完 那是你的問題 欸 我五點起來餒 然後昨天快一點才睡餒 那我們就看在台灣這幾天的生活吧 阿健你忘記了 你給他聞臭襪子 你看他不敢過去找你 那我們來用一下這個機場發的這個快篩 現在目前他快篩就是 你好像有兩天的快篩就可以出去了 但是最近好像法規又有感 所以我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新的這麼高級 不管是什麼 沒有 他這就是這個液體啊 就是放進這個管子裡面啊 這個先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 等一下他滴進這個管裡面嘛 唉唷 有鼻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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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子 稍微拍一下 你鼻屎太老了 可能吧 精華 欸好噁喔 好啦 我跟妞妞的都顯示了 好啦 那你們這次進去 不要看我 沒你嗎 打死你的小精靈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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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精靈死啊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唉唷 打住我的鏡頭啦 唉唷 好啦 我看今天就他們突然回來 後續我們還是會有很多去 他們在日本找房子 或是他們布置房子的影片 那 請記得 繼續關注我們喔 你為什麼我就會打到你的臉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 按讚並按訂閱喔 掰掰 而且你知道我們 我們超級辛苦 我們昨天把三箱大行李 拖去我朋友的 在辦公室去放 然後他辦公室在三樓 然後他 他搬到 快要 快要 快要往生 他一直說我腰部好 你不要再 折磨我了 超好笑 對